大家好 歡迎來到會眼看中國 我是孫寧 近日一條關於上汽大眾工廠永久關閉的博文引發關注 2024年9月12日汽車博主于建約發文 深情回望上汽大眾第一工廠的停工時刻 這裡不僅是一座工廠 更是一個時代的印記 最近上海大眾外資撤離 失業 辭惠等頻頻出現在中國大陸的熱搜榜 有消息稱 上汽大眾的第一工廠在兩年前已經停產 第二工廠已經減產即將在今年內關閉 目前正計劃關閉南京的一家總裝廠 大眾連續關閉三家工廠 不能不讓人懷疑 最早進入中國的外資汽車巨頭德國大眾 是不是準備徹底退出中國 上汽大眾汽車有限公司 是中德合資的汽車生產企業 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第一家轎車合資企業 公司於1984年10月簽約 於1985年3月 由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和上海汽車工業總公司 各出資50%正式成立 在上世紀80年代末 90年代的上海街頭 如果你看到一個人騎著亞馬哈 本田等日本品牌的摩托車 戴著純金的項鍊 手鏈 腰間插著當時被稱為大哥大的 板磚手機電話 那麼人們會告訴你這是一位大款 當然這個大款可能帶點調侃的意思 因為那時大多數生意廠商的朋友都知道 這樣的摩托大款可能全部的身家資產都在身上 怎麼說呢 就是說一輛本田摩托車 一部大哥大手提電話 一條純金項鍊和一條純金手鏈 大約不到10萬元人民幣 幾乎就是那位大款的全部家當了 可是如果當時誰擁有一輛帶Z字頭 私家車牌的桑塔納轎車 那無疑會被看成是真正的有錢人 那時的一輛桑塔納轎車近20萬元人民幣 而當時一個上海普通職工的月收入才200元左右人民幣 一輛桑塔納就是當時上海一個普通市民 近100年的工資收入 今天看來是不是有點不可思議 而桑塔納就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的汽車公司 上海大眾生產的第一款車型 上期大眾已經走過40年的歷史 早期生產的桑塔納曾是中國汽車市場的象征 人稱普桑的桑塔納最早型號 年產量一度達到16萬台 整個上世紀90年代上海市街上跑的計程車 滿眼望去幾乎全都是桑塔納 2000年之前上汽大眾生產的桑塔納系列轎車 一直佔據著90%以上的上海計程車市場 大眾桑塔納成為了一代人的記憶 上汽大眾總部位於上海西北郊嘉定區的 安亭上海國際汽車城 巔峰時期上汽大眾曾經在上海開了6家工廠 分別是安亭一場 安亭二場 安亭三場 引擎一場 引擎二場和引擎三場 2015年至2018年上汽大眾連續4年取得 中國車市銷量冠軍的成績 2016年至2019年是上汽大眾的輝煌時期 銷量連續4年超過200萬輛 不過從2020年起3年疫情封控導致中國經濟持續低迷 汽車行業也受到重創 曾經創造中國 首輛標誌性車型的上汽大眾第一工廠 已於2022年7月結束生產 安亭一場截至永久關停前 經營了近40年 一位相關人士感嘆道 接近40年的歷史說沒就沒了 知情者介紹稱 上汽大眾對安亭一場的關停 採取了非常低調的措施 走了漸進式的路線 先是疫情期間合班 然後再按計劃慢慢分流 直到7月左右徹底關停 網友感嘆上汽大眾第一工廠的永久性關閉 預示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知情人士稱 第二家工廠已經停產 也可能被關閉或進行整改 去年有多位原服務於上汽大眾的人士稱 目前確定的是二廠已經在合班減產 根據公司的內部消息 三廠大概率也要在下半年幾棟合班 但目前官方還未宣布 近日據彭博社稱 上汽大眾計劃在明年關閉位於江蘇南京的工廠 該工廠主要生產帕薩特及斯科達品牌車型 年產能達到36萬輛 此外有報導稱 這一關閉計劃可能從2024年開始逐步實施 並預計在2025年底徹底完成 彭博社指出具體時間在明年 實際也沒幾個月了 如果燃油車下滑趨勢進一步加劇 大眾不排除關閉更多國內的工廠 上汽大眾在兩年內不斷關停工廠的過程中 一直在不斷地發出公告 聲明關停工廠不是永久性的 是基於全新的企業戰略和產品布局 更是避免提到撤資等敏感詞 實際上隨著國內新能源汽車的快速發展 傳統燃油車的市場份額遭到嚴重的縮減 受此影響不少傳統燃油車企都出現了產能過剩的情況 上汽大眾也未能倖免 2020年上汽大眾銷量驟跌至150萬輛 此後三年銷量分別為124萬、132萬和121萬輛 資料顯示去年上汽大眾計劃產能達208萬輛 而實際產能只有120萬輛 產能利用率僅為58% 這個資料也意味著有近90萬輛產能 是屬於閒置的狀態 當然出現產能過剩與銷量不佳有一定的關聯 因此上汽大眾作為最早進入中國的合資企業之一 此刻傳遞出的訊息又觸動了業界和不少敏感人士的神經 在中共舉國體制強力推動下 機能源車的快速發展導致了中國汽車產能嚴重過剩 今年4月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和德國總理舒爾茨 先後訪問中國 並提出了有關中國汽車產能過剩的問題 但中共官方對此一概否認 由於產能過剩 中國車企之間的競爭越發激烈 紛紛開啟了價格戰 2023年初價格戰正式打響 隨後局勢愈演愈烈 事實上中共官方大力扶持的新能源汽車企業 長期處於虧損狀態 中國汽車流通協會於9月23日發文稱 該協會近日就價格戰引發經銷商資金鏈斷裂問題 向中共政府部門遞交了緊急報告 報告引用監測資料顯示 截至今年8月價格戰已導致新車市場整體零售 累計損失高達1380億元人民幣 臺灣財經專家黃世聰表示 中國汽車市場內捲現象嚴重 自去年以來車價持續大幅下滑 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汽車產能過剩供大於求 此外當前中國汽車的外銷管道被西方國家封堵 過剩的產能只能留在國內市場 進一步加劇了內捲化競爭 黃世聰表示 在這種大背景下 車企自然認為在中國製造汽車的前景堪憂 他說另一方面 中國民眾的收入下降 他們更傾向於購買價格較低的本土汽車 而非相對昂貴的外國品牌 他補充到在這種情況下 外資車企只能選擇撤退 否則將被捲入中國激烈的價格戰 未來可能面臨更加慘烈的情形 德國三大豪華汽車品牌 BBA、寶馬、賓士和奧迪等 傳統豪華品牌的價格體系 在中國市場同樣面臨崩潰 寶馬的價格遭遇腰斬 賓士車型大幅下跌 奧迪甚至有部分車型價格低於20萬元 作為傳統一線豪華汽車品牌 他們在中國市場的價值正不斷縮水 來自上海的金融界人士分析指出 在當前的背景下 上汽大眾在中國的汽車市場上 其品牌認同度與德國三大傳統豪華車 和其他高端進口車相比處於劣勢 銷售價格又被受中國政府補貼的 新能源汽車完全碾壓 定位於中端品牌主要生產 中低端車型的上汽大眾 原本就不大的利潤空間 使其無力通過參與中國汽車市場的價格戰 來爭奪市場份額 寶馬可以殺半價雪拼一二次 華為電動車可以靠政府補貼 虧3萬賣一輛 上汽大眾就處於極其尷尬的境地了 所以撤退是極無奈也是必然的選擇 除了上汽大眾 近期多家合資車企都相繼公布了 關閉中國工廠及裁員計劃 其中東風本田計劃於今年11月 關閉一座年產能達24萬輛的工廠 而在今年6月 東風日產已經關閉了 位於江蘇長州的一座小型工廠 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低迷 失業率大幅上升 社會上各種惡性事件不斷爆發 不久前在深圳和蘇州 連續發生了日本兒童 被無辜傷害致死的惡性事件 而中共政府至今拒不交代 任何犯案兇手的背景訊息和作案動機 有分析認為 是中共政府對日本松下集團等 日本外資企業撤離中國的卑劣報復 是中共政府有組織有預謀的犯罪 意圖起到恐嚇阻止外資撤離的示範效應 詳細請見本頻道的另一檔節目 驚悚日本兒童在華連續被害 是報復松下集團撤出中國 此事引起日本民眾憤怒 也驅使日本企業展開大規模的撤離行動 多達上百家駐中日企緊急諮詢法務 諮詢關於關閉註銷在華日企 日資企業事宜 許多中國律師相關業務暴增 X帳號絕代雙交日前發文 突發 據中國三菱重工中方員工透露 三菱重工所有日本同事已向公司申請回日本 此事代表日本男童遇害事件 以使駐日中國人充斥恐懼與不安 有不少網友用中文在X帳號 絕代雙交的留言區跟帖 終於意識到了 既要把人家數為敵人轉移矛盾 又要讓人家幫你提高科技水平 怎麼好事全都是你中共的呢 換了我一定會回國 日本客人們都請回吧 中國乃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再待下去有生命危險 不僅是孩子 別啊我家的中央空調以後怎麼保修啊 這是要回到挨餓年代的節奏了 據國際媒體預計日資撤離中國 將掀起歷史性高潮 歐美韓台企業也將跟進 中國失業將空前惡化 X帳號Deniel Fung也說 離開中國的日期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投資 但中國失去這些企業 就失去許多工作機會 回到節目的開頭 上海大眾永久關閉工廠的消息 再次將人們的視線聚焦到被稱為魔都的 上海 這個中國經濟命脈的中心 這個被認為是中共國繁華的象征 也是中共用來對外炫耀其經濟成就的資本 現在究竟怎麼樣了呢 請看一段來自上海的最新影像 曾經人山人海的上海汽車總站 竟然蕭條成這樣 後車室不開空調 沒有人工售票視窗 二樓店鋪幾乎全部關閉 究竟是經濟不景氣 還是大巴要退出歷史舞台了 來自上海的金融界人士 Y先生表示 上海作為100多年前中國最早開幕的通商口岸之一 在1920年代已成為遠東首區一旨的國際都會 堪稱亞洲金融之都 但是自從1949年中共竊政後 上海作為中國的經濟和製造業中心 就開始了數十年的劫難和衰敗歷程 到了80年代末 上海不僅完全喪失國際都市的地位 就是和先期開放的特區城市深圳相比 都顯得破敗不堪 Y先生繼續說道 當時上海的一把手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 在這個人當政期間 作為中國經濟中心的上海 甚至市民的吃飯都成了問題 於是搞出了一個菜籃子工程 就是所謂解決上海市民吃飯問題的工程 這就是曾經的亞洲金融之都 落在中共手裡的下場 轉眼到了21世紀初 中國加入世貿 外資開始大量湧入中國 中國經濟開始騰飛 二十年的時間 中國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 控制了全球主要的供應鏈 而在此經濟浪潮中 魔都上海憑藉深厚的金融和工業基礎 再次成為全球矚目的現代化城市 但外表極盡奢華的上海 背後卻隱藏著很多不為人知的黑暗與危機 有機會我們後期節目中 會為大家繼續詳細敘述 2019年底開始疫情席捲中國大地 此後三年的封控使中國經濟受到重創 上海受到的衝擊尤為嚴重 雖然中國大多城市和地區都遭遇嚴重的經濟衰退 但是上海這個中國的金融中心 中共對外展示經濟成就的視窗 如今的蕭條且令人震驚 有上海的網友表示 現在在上海逛商場 如同看世界末日大片的感覺 這名女士說 上海現在的真實情況 說出來你可能都不敢相信 很多大公司都在裁員 很多小公司在虧損和破產的邊緣 苦苦地撐著 很多已經發不出工資了 我老公今年6月開始降薪了30% 隔壁鄰居兩口子上個月雙雙被裁了 據統計上海今年上半年 簽出1.2萬家企業 這又意味著多少人呢 曾經令人羨慕的互聯網大廠 和高薪的金融行業也都開始裁員了 而且一裁就是上千人 Y先生透露 我的一位朋友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 在一家上海的央企工作了20多年 他告訴我 他的部門原來有僅10個人 現在裁掉了90% 只剩下幾個人 上海的外表依舊亮麗奢華 各種硬體設施依然現代前衛 但是內在的虛弱和衰敗已經無法掩飾 我們知道中國的央企是待遇最優惠 收益最穩定的企業 如今都到這種地步 那其他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近況 就可想而知了 曾經深度捆綁交織的美中經濟 近年來徹底脫鉤的趨勢是越來越明顯 首先從高薪技術領域 美國對中共的防範和制裁都是前所未有的 這必然牽動到中下游的產業供應鏈 歐盟和亞洲的日韓台工商界 也正在緊隨美國和中國經濟脫鉤 這已經形成了一個大的趨勢 減少投入 加速撤離 其根本原因是他們都看到了 目前中共國的經濟主要是靠外資的技術 和投入支撐著 一旦產業供應鏈被中共徹底控制 製造技術被中共完全竊取掌握 所有的外資公司都將面臨毀滅性的後果 同時他們也看到了外資企業 一旦開始真正撤離 中共國的經濟馬上弦怒出 頹勢和瀕臨崩潰的跡象 而中共國經濟的嚴重衰退 又使中國市場的消費能力大幅萎縮 外資企業不敢和中共再分享高端技術 繼續留在中國的中低端技術產品 盈利空間又急劇縮小 而中共社會動盪日益加劇 政權遙遙欲墜 又使外資企業面臨的風險急劇增大 一旦在華外資企業有了這樣共同的認識 那麼上汽大眾松下集團 在華工廠的不斷關閉 只是拉開了在華外資整體加速撤離的序幕 這只是剛剛開始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慧眼看中國 歡迎訂閱關注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